春节假期过半,2022年,贺岁档口碑最佳的影片狙击手上映三天,票房终于破译,引发网友热议,许多不明缘由的观众难以理解,春节档影片破译是很正常的现象,多部电影春节档上映首日票房就破了好几个亿,都没有引发观众热议, 为何狙击手上映三日票房破译,却却引发热议呢?假如狙击手没有遇到牌片不公平对待,就不会有那么多观众力挺,也会在上映首日票房破译了,正如狙击手票房破译时,片方发文所说,感谢每一位起早贪黑的观众支持,可想而知,在如此恶劣牌片情况下,票房破译,如不是口碑真的超好,是没有观众愿意起早贪黑的去看狙击手, 除了狙击手排片遭遇不公平之外,春节档口碑排名第二的奇迹笨小孩,也因为剧情故事太接地气太悲催的缘故,上映三天排片,占比连续下跌,不知道是因为春节档只适合喜剧片上映,还是因为春节档对文艺故事片不友好,反正今年春节档口碑好的电影票房都不高, 当然,奇迹笨小孩确实存在一些瑕疵和问题,可能真的是选择错了上映档期,导致了票房不及预期,写在最后,期待狙击手能借张艺谋,使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光环,取得更多的排片和黄金场次的机会,也期待一阳千玺,凭借奇迹笨小孩,获得一尊重量级的影帝大奖,最后,希望狙击手能实行反转,成为2022年的超级黑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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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